好 更多話題來看到這一幕有人戲稱 新北市盧州是不是有所謂的情報單位 因為光這個屋頂上頭數一數 光這個基地台布滿了17支的電線 外觀看起來其實卻是非常的驚人 不過當地民眾反倒是見怪不怪 說這樣子的狀況其實已經存在好多年 但很多人關心那下面這一戶到底有沒有住人 現在還在持續追查 另外來看看iPhone 14今天終於正式開賣 尤其今年最受歡迎的顏色就是所謂紫色 好多人說還要先提前排隊才能拿到 但是有一名果粉今天一拿到非常興奮 新開機的時候卻發現這螢幕怎麼完全沒有反應 很擔心是不是真的拿到了機王 但馬上有人提醒可能要等系統升級 一切就會正常 再來看看有餐廳業者抱怨 有一天在外廠送菜的時候 不小心送錯了 送到別桌短短一分鐘趕快收回來 但是另外這一桌的客人卻拒收 就算他不斷的解釋這菜完全都沒有碰過 是全新的 他懷疑對方是不是真的刻意要找茬 批評他們是OK 但這個文章想要討拍 卻反倒遭到了批評 他說疫情期間你送到別桌再拿回來 大家當然是不太敢吃